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最后一段MC的主题是我们H队当中 谁是家务小能手 那我们从妮子开始吧 家务就是做那些我应该没做过的事情 小孩做什么家务是不是 给大姐姐做就好了 给大姐姐们做 佩馨你呢 我的吗 那当然是我自己啊 我非常能干的 一个男人干什么家务 看我的工二头集 没有没有没有 家务的话我平常就是 比较喜欢整理 因为东西比较多 所以说看起来它乱的话 喜欢买衣橱 喜欢买衣服 然后衣服没有地方放了 所以买衣橱 然后乱了就会整理 其余的就比如说洗衣服之类的 我是不会干的 就交给 洗衣机 交给洗衣机了 你洗过吗 交给洗衣机啊 好意思说 交给洗衣机啊 你连洗衣机都不到好吗 好好回你们房间 我一般穿旧了就扔了 我穿的都是一次性的 因为有钱任性 妙 就这么冷场了吗 像我这种大长腿不需要做家务 谁说胖的 这么大的长腿 这么长的腿怎么是要做家务 大 大长腿 大我承认 大长 这里都是腿吗 对 我脖子一下 你有他的身体只有两步 脱本头和腿 妙 在你这里的身高是凹字型的好吗 还说你的大长腿 你的腿都插到 大长腿跟洗衣服有什么关系 那以后我们这么战 还是 你看腻子比你小都比你高 你连一个14岁的都比你高 许晗呢 夏娜 奶奶 我觉得与其说 谁最会做家务活 不如说谁最不会做家务活 我看一下 阿姨那人在台上 对 这是我的室友 刘炯然同学 对 就是这个事情 我就不说了 就从来我们房间游玩的人 说了他床头的东西吧 就那一晚 我在上上个星期 去他房间的时候 看到他在吃一杯泡面 然后我昨天去他房间的时候 发现那杯泡面还在他床上 然后我们的怪兽同学 他还说了一句话 这不是上次那个 这是新的 不信你吃吃看 我觉得这招太狠了 其实夏娜太爱我了 她就是说反话 太爱我了 我理解你 夏娜 油腻啊 我俩晚上油腻的事情 多的是呢 我 后妈 干嘛 又叫我后妈 凭这句话 你是不是最能干家务的 我没有啦 我干家务的原则 就跟我的人生原则一样 就是归根结底 就三个字 看心情 我还以为你要说 都会交给我的灰姑娘吗 什么狗 后妈不干家务都可以 学阮姐别说话了老愣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 突然实话 你不正经还胡说八道 我不失望了 我不失望了 闭嘴 其实我人生中有很多次机会 可以成为家务小能手的 都被我妈给回绝了 因为我总是一踏进厨房 还没踏进去 我妈就说别进来捣乱 就是类似这种 所以就是好像 你们家长也是这样吗 反正我妈就是 只要是我做家务 她就会觉得我爱手爱脚 就把我推开 就给了我 就是让我丧失了学习的能力 对 亲女儿 你学嘞 说要做家务 我觉得增添家具也是家务的一种 因为我的室友 是一个很有少女情怀的少女 她很喜欢添点东西 比如说她会跟我说 林南我们就买一个衣柜吧 好买 然后林南我们买个架子吧 这里放个架子 好买 为什么每次你们乌买的家具 都要让我去拼呢 然后就 他们总是很轻松的 买了一堆东西过来 然后沁阳就 给我发微信说 来来来来来 我们来拼家具 然后你们两个就坐在那边吃泡面 是吧 哪里有了 然后就这个买那个买 然后可能是买太多 然后就剁手了 所以 等一下 这个梗我真的是今天一定要讲 是关于林南的手 她那天刚切完之后 爆炸完特别大 然后沁阳不知道 然后沁阳就从远处走来就说 那个林南你干嘛拿个离弧啊 这个梗上 你已经说过了 真的吗 你这不就体现我们对的梗很少吗 你现在暴露了 我们太无趣了 这群不去的少女 我自吻 我被禁言十分钟 我被禁言十分钟了 赶快 赶快群主解禁一下 群主解禁一下 到我了 我 我感觉 应该 我也不知道 我们成员中 谁最 干家伙最好 因为我每次去到他们房间的时候 他们都说 刚弄乱的 因为 所以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吧 因为还没见过他们最整齐的样子 你能干净吗 我觉得我被解禁了 就是 十分钟 十分钟还没有到 我管理 我觉得呢 我觉得 对 我觉得是下奈啊 但是下奈 她是分 分区域的打扫 她 她的床上 超级干净 碰都不能碰 然后呢 厕所 等会儿等会儿 你们可以问一下绵羊baby 昨天看到他们那个厕所的感想是什么 昨天绵羊 绵羊还有 米尔让我们房间玩 然后走到树鱼 看到厕所惊呆了 她的厕所 她的厕所不是你的厕所吗 肯定 没有啊 夜经以言吗 就是女孩子嘛 头发比较多可以理解的 都有女孩子嘛 夜经成长 那个圆人的地步了好吗 那头发多 地上会有几根头发 就是很奇怪 几根 几根 就不会是掉了一顶甲 拉下去吗 对啊 质量不太好 对 对 怪兽反击完毕了 完毕 好那就让我们有请下面的小伙伴们吧 耶